腾讯体育8月11日选为了被占9月份,开始的2019,南兰十余赛欧洲区比赛,土耳其南兰公布了一份集训名单,老将伊利亚索瓦和年轻中锋奥威尔名列其中,墨西哥对魂,战胜美国难以置信, 将全力冲击世界杯,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前方,伊利亚索瓦在NBA效力了多年,她在土耳其国家队的首秀,是在12年前的日本式锦赛上,之后伊利亚索瓦代表土耳其国家队打了很多大型国际赛事,但是从2015年把国欧底赛之后就再没有为土耳其出战过,值得一提的是,伊利亚索瓦曾在熊鹿队和异健联足过队友, 中锋奥美尔年仅20岁,即将开始自己在名校贝卡的第二个赛季,她上一次代表土耳其国庆队参加了在希腊举行的2017年U20欧锦赛,奥美尔场均能够得到17分和11.4个篮板,还有一些球员对于土耳其来说很关键, 比如奥斯曼、库尔玛斯和威尔贝金等,他们在世遇赛第三个窗口期都有过出众的表现,而当时他们都是首次在世遇赛上亮相, 在世遇赛第一阶段,土耳其的战绩是四胜二负,他们被分在有西班牙、黑山和斯洛尼亚所在的爱族。 土耳其第四个窗口期的对手分别是9月14日,在阿尔卡拉对着黑山,随后又在9月17日与斯洛文尼亚交锋。 The end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对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